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日 星期一 十月開局 也有少少 出師不利 港股 曾經跌穿了 晚七點 接著又收市的時間 在晚七點樓上收 但是 整個形勢 都是一般的 不過 我想說一件事 有點像倒米一樣 但我想說 這幾天的時間 大家其實都不用看過市主 為什麼呢 成交量 太不行了 成交量太少 會出現現象 很多東西會扭曲 大家 如果今天有看著股份 看著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 會不會有影響 因為今早的時間 很多股份 其實你見過的表現是差的 除了內房 又有些反彈之外 很多股份的表現其實是頑皮的 不過 如果在這麼小的成交之下 很多股份的股價 其實真的有去沒有 所以大家看著它 就更差 可能會有一點點懷怨 如果市場不可以 那些東西很垃圾 但通常市況之下 成交量這麼少 很多股份 其實你會看到 它一夾 可能是去買賣盤很疏落的時間 只要有些大盤出來的時候 就整個股份的股價 可以馬上 可能幾格幾格的突然 不知不知道去哪裏 所以一個大前提就是 如果那隻股份 本身是OK的時候 就不要理它 或者特別是 如果解釋它沒有特別消息 它的股價移動也好 這兩天的時間 都不要理它 有消息的就有另解 就像油柱行那些 因為真的有些消息 令它的價格 對下去的那些 就真是零計 但如果沒有什麼 就算了 其實這隻股份 也挺有趣的 哪一隻呢 你想想 中海油 你想想 油價 彈了差不多4% 但這隻居然沒有反應 你也可以說 那些股份 不跟油價 其實是少見的 但是這些就是 當市場的氣氛 成交兩年多的時候 有機會被人 要按住那股價 甚至乎不讓它升 是的 所以就變成 可能找到北水回來的時間 可能市場 才會有些方向 那現在這一輪 明天就放假了 放假回來是星期三 很快出去 又會去到北水回來的 那這幾天的時間 大家一是正觀其變 等下就算 可能在那邊看就算 要不然的話 就可能短炒 這些市場短炒 都有它的好處 因為這些市場 就是 它 沒什麼交投 有時候 大家買這些股份 買一些熱門股 可能它會很錯 即是錯 就是 可能會突然 可能 你買完之後 轉到頭 當有些人 一大股買的時候 就馬上會掃高 馬上可以走貨 所以 但是這些市場 就差在 就是說 你一看中的話 看錯了的話 你都不知道 是否是好 對 因為有時候 這些股份 剛剛提升到 它可以彈得很好 但是 沽的那一刻 都可以很厲害 最慘的是 你跌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 是否有些 或是會跟味 而有時候 有些 進退失據 所以 大家 入市都好 真是 少著算 這些市場 千萬不要太大注 還有 真的 短炒算 那 那 我看大家 都很想留意一下 美股那邊 那 美股餓 我這樣說 其實 港股現在 掉下這些水平 很多說法都說 很便宜 很吸引 那 這點我不否認 因為 如果以過去的估值去看的話 那 大市 掉下這些位置 真的叫很便宜 真的很吸引 那 但是 問題就是 第一 現在雖然吸引 不過 如果以今年 那些 叫做股份 那 盈利增長 其實是差的 即是 分分鐘的倒退 所以 現在這一刻 估值 好像是忘記吸引 也好 其實可能到 下年 或者是 當年 之後 那個 預測 2023年的 PE 或者2022年的PE 基本上去 其次就是 這個市場 還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困擾著 如果大家 先說一些比較正面的事情 正面就是 有20大 大家可能覺得 可能會有很多政策出台 即是之後的事情 特別是經濟措施的 可能在樓市方面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 消息 這些比較正面 但大家要關注的 就真的有很多事情 第一,美國那邊 就是 今星期有一個浪犯 即是飛龍的鬍子 很快就有些企業營利的情況 還有澳湖局勢 英磅那邊又亂來 所以你會看到 很多變數存在著 所以 後市 就算是一彈也好 也不會彈得多 其實港股今天不是沒有彈過的 但是一彈上去也好 立刻那些股價就會大很多 所以反映整個港股 都是不足夠的 還有剛剛有些消息 我看到剛剛彈出來了 港股又到了藥方保證 那又變了 變了 現在又是 吊摺線 香港的加息的壓力 就越來越大 再加息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看看這個思路的去響 還有 這陣子有多一件事 就是瑞順那邊 又說怕它會爆補不點 那 看看怎樣 看看 情況 如何去收拾 因為 這件事我也有研究過少少 因為其實這件事 我沒有特別去理過 就是瑞順那一件事 因為在我自己的感覺上 我又不會覺得 跟瑞順當年的事件比較的話 就沒有那麼嚴峻 而且其實 瑞順呢 過去一兩年的時間 都經常有些消息提及到 就是有些傳聞 就說瑞順和瑞銀 是會合併的 看看這件事 如果真的要找一個 收拾位置的話 可能就是兩個 但是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我本身覺得 都比較難去解讀的 那我再做觀望一下 但是既然這樣 我還要講一下 美股的情況 和行情 其實美股呢 剛剛是入到的 那今個星期 還有這個浪番的數 即是飛龍的數 那 不過我會覺得 除非是很好 或者是很差 如果不是的話 即是有些極端 極端的好 極端的差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不相信聯儲局 那個叫做 加息的那個幅度 即是現在不是說 11月加0.75 然後12月加0.5 我不相信它會改的 即是這件事 你當了 在今年年來的時間 再加到1.25厘 應該是挺肯定的事 除非是這些數據 突然出現了極端的情況 但是這件事 我覺得市場 都說少 已經是優點了 優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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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見過債息 見過 美國的賬戶還會震盪 不過有一點事 就是 剛剛提到 企業的盈利狀況 其實是有點謹疑 大家要關注 很多公司的发展不是在美国本土 零售业就是,但很多公司是跨国的 所以变相之下,因为用美元结算 因为他们收到其他货币 变相之下,匯对亏损也挺厉害 所以要留意一下影响在哪里 美股这一回合,我反而觉得有机会追跌 因为刚提升了这一回合,我不知道是否有惊喜 但假设是春天的状况,就不怕买美股 甚至有朋友也有买美股 不计买一些 逻辑是怎样呢? 因为刚刚进入了 现在说的是公司的盈利状况 可能会很差 可能会很差 但这个震度可能很快会完 因为这件事,坦白说 他们的业务发展是不差 很多都不差 但匯对亏损有些匯对的因素影响 但是我会觉得,当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不够 要找一个地方最安全 其实是在美国 所以欧洲的资金,我认为是会去美国 最后也会去 所以对于它的币就会更强 而且有点是,现在未过强势 其实现在也很难改变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会加息 欧洲那边也怕它会有机会衰退 但有点是,如果万一有些改变 即是美国会强势 即是美国会强势 有机会就会差一点 是什么呢? 这个我星期五晚上忽发其想 就是如果联储局方面 把通胀的目标 由2%到3% 或者3.5% 那意味着,对于压力 其实是会少了 因为这件事 现在,你说加息那件事 其实我建议是 它本身看过通胀有多多 如果它会觉得通胀在短时间里 可能会比较高 它又会觉得我可能是可以 接受的话 可能有机会把目标上调 那上调的时间,变相就是 你会省下一些大量 所以,这都是我自己想的 我都是 你设计的能力 我自己想多了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就会很快 有机会下来 但是,看一看有什么演化 不过,美国的行情 我认为日子上不下 反而港湖现在 因为没有好消息 所以,港湖在这边 就真的难搞些 过股方面 刚才说的是人仔 人仔就 可以反弹一点 但是,走势方面 你也难改变 因为,内地方面 你可能会有很紧缩的政策 这些是很松的 外面又很紧的 那整件事 你可能会强 你可能靠干预的政策 有帮助,但很短线 所以,现在 人仔 我会觉得 全球的货币 只有美金会独强 所以,如果美金会强的时间 苹果 苹果 是有些计算的 苹果是多美金的 只不过,对于苹果来说 大家现在 是否很关注这些东西 就不是了 其实,业务发展 我会这样说 iPhone 其实我觉得 今次刚刚14 Pro 或者是新手机 我新鲜了 我出了一部新手机 14 Pro Max 那你说是否很惊喜 因为我之前那部手机 是iPhone 10 因为我用到没有电 即使用到电已经不电 我才会更换 我平时也不是 因为我都很慎 我都很限制 手机这些 我都不是常常会更换 因为可能由10 换到现在 14 Pro Max 那部手机 对我来说 好像很新奇 但是,有没有很厉害的功能 是我觉得 不可以更换 10换到现在14 Pro Max 很厉害 其实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略略有一些失望 而且 那部手机 也不过想量中 用得比较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开着太多的Apps 那些东西 但是 如果以当前的情况去看的话 我只可以说 我对于 苹果的看法 純粹iPhone 我觉得是中性的 我又不会觉得 iPhone可以帮助 是一个智性的条件 但是 我觉得苹果的价值 其实是说 它想量到那么多 它需要多的资料 就是你想想 iTunes 就是大家的 可能是下载Apps 那些习惯 那些习惯 那些平时的 个人喜好 它都知道了 所以这件事 对于未来的发展 反而才有一个大的帮助 特别是 如果你说现在 即是再继续之后的时间 那 我当然要再添一下行动一点 当你手机 可能不知道 发展的范畴 再廣泛一点的时间 其实这些资料 即是我认为大资料 可能对于发展的商机 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我对苹果的看法 都可以正面的 但我主要不是iPhone 而是iTunes 就是App Store 这些概念 我觉得可以 所以你问我 对于 拉开一点点 台积电 其实我不太淡 台积电 虽然我的股价跌了很多 但我也有货 也在坐着 也在坐着 也很惨 但是 这类公司 其实你看看它的数 其实它没有差 它的业绩表现 也真的不是差 只不过就是 大家很担心 一个行业的发展 的时间 拖进去 它的业务 股价的状况 但是我又不是 看得这么悲观 我对于它 信心也很大 所以 有货 也可以考虑一下 记录 拿着它 NY 就没有办法 这类公司 也是我的 收拾股 拿着它 那 当作收拾股 我觉得可以 因为它们的业务很稳定 你用来放收拾股 就没有太大问题 最主要是 这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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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保证的 会拍九成 即自己拍九成 其实这类公司 也不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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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远的 至于五仔 也不可以说 那你绑的会价 彈回一点 它就会上升 但是 我比较关注 其实也是经济状况 尤其是经济的大环境 真的不行的时间 百业务 也硬了很多 所以 大家 都不说太详细了 因为市 其实也没太多说 所以 大家真的 今天放假 明天放假 所以 我们就放假 回来之后再见 大家有问题 也可以留言给我的 我们就 星期三再见 拜拜